我自己看待港股的形勢 如果從2月份、5月份和7月份所創立的低位 我們形態上剛剛成立了一個叫頭肩底的格局 預視後視再下跌的空間可能會比較少 或者再上升的空間比較大 短期來說我猜阻力位會大概在21000點的位置 這也是上一次在7月初時所創不到的高位 即是20900多點的高位 亦是剛才說頭肩底的頸線位 如果這個位置上破了 基本上可以預視未來的升勢可以重新展開 升勢可能會很厲害 但如果下線怎樣看呢 暫時先看10天移動平溫線 大概是20200點左右 再看下去我想要穿7月初的低位 19800多點附近的位置 如果不穿的話 暫時後線我都會比較偏向看好 多於是體騰的 然後我們先看看10隻最匯約港股的收市價 中人秀是報33.5,跌2毫 匯控是75.5毫升1.6毫升的很厲害 稍後我們請Kid說一下 中國銀行就升4.14毫升3毫升 Kidna剛才也說過 匯控今天都升得很厲害 升了超過2% 到底原因是什麼 我想主要就是 出來的希臘國債拍賣的情況 比預期都理想很多 其實很多投資者都擔心 歐元區的問題會不會影響到 一些我們叫國際性的銀行 會出現一個大幅的盈利倒退或者撥避 其實暫時看回這個消息 就不多不少刺激了信心 或者減少了擔憂 所以暫時來說 我會覺得這個消息是利好的 但首先也需要留意 始終都會說 未來可能會公佈這個 銀行業的壓力測試 可能出來的結果會怎樣 這個也是一個隱憂 第二件事就是要留意一下 歐美的銀行大行 開始繼續公佈業績 當出來的業績出來 怎樣 亦都多撥避 細節怎樣 我想亦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隱憂 暫時對於惠紅來說 我自己的態度都是保持 真是樂觀得來要審慎一點 沒錯 下個星期五、二十三日 就會公佈歐洲銀行的壓力測試 惠紅也是其中一間測試的銀行 不過說到銀行股 接下來我想跟進一下中銀香港 因為中銀香港獲人民銀行授權 成為台灣人民幣現鈔的清算口 刺激到股價都升4% 跑人大市 其實是的 這個消息其實是刺激狀況都挺大 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 說香港很多銀行開始有機會 未來都會在看人民幣業務這一塊肥豬肉 現在看到中銀香港好像有少少的起飾在這裡 心理上的刺激是挺大的 當然暫時來說其實很多細節上 真的規模有多大 都還未說很清楚 我覺得暫時心理因素刺激多一點 不過眾觀來說 我會覺得這個消息 暫時中長時間都挺能夠理好中銀香港的 因為始終中銀香港是一間比較成熟的銀行 現在現有的市盈率是大約12倍左右 其實是合理的 但現在因為人民幣業務 這個比較新的增長點來說 某程度來說都可以令到它增長的預期可能會高一點 所以反而現在我覺得這個股值來說 可以比較直播度就高了 我覺得它今年有機會的股價 隨時重上20元流上是絕對不奇怪的 是否都值得投資者追落後呢 我會覺得短期來說 其實整個都升勢幾下 某程度來說都可以接近一個技術上的超賣位 我覺得可能短期來說 可能會稍微要整股一下 我覺得投資者就不用太心急 等它整股之後 再慢慢去吸納我覺得比較安全一點 好 剛才看了一些升得多厲害的股份 接著我們看一隻今天都跌得多厲害 昨天就是紫金礦業都跌得多厲害 因為公司內部有少許問題 今天就有隻霸王國際 下午還停牌 停牌前都跌了一乘四 其實原因就是 洗頭水有周刊說 有問題的物質可能會影響到人體健康 Kit 其實這隻股份你怎樣看 其實就是因為之前有些周刊報道 指其中的含量 叫做二岳園會有自然物質 但其後這個霸王就立即澄清了 就說他們二岳園基本上半種水流水都有的一種成分 所以他們都說 就是基本上不奇怪的 但他們都說他們這一種含量是符合了美國的FDA 或者是歐盟的標準 也只是比這個世界的準則還要低一半的水平 所以他們就說沒有問題 我會覺得其實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市場有點過分反應了 所以我會覺得這隻股份其實真的再大跌 未必會再大跌得很厲害 因為始終其實無論技術上好甚麼都已經去到超賣的狀況 但是由於這些牽涉到健康問題 可能在這個真意回復信心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會預期他可能要真是處於一個比較低位差的情況 培回一段時間 才能夠回復一個固執 其實霸王國際都澄清了 強調他自己的產品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影響到人體健康 不過下午始終都是停牌 到底投資者如果持有相關股份可以怎樣做 我自己看回其實整個市場的反應都已經是 都反應都七七八八的 你都見到其實一十點四 所以暫時來說我覺得先看好一點 不需要說急於拋售 可能真的突然間出貨之後 發覺市場回省 可能會覺得可惜 好啊 接著我們跟進一下江湖傳聞 有消息說 公行就計劃入股上海金盛人壽七成的股權 金盛人壽最大的股東就是中國五礦 和法國安盛集團 內地經濟觀察報也有說到 中國五礦現在就和公行在談價 將股權賣給他 到底這個消息對公行會不會有甚麼影響 影響我覺得暫時不會很大 因為第一件事是說金盛集團的保費收入 其實真的太少了 只說09年的保費收入 8億多少少人民幣 說和公行的規模比實在是小無見 但是沒有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這個消息不會對公行會有很大的持續作用 所以暫時不會太重視這個消息 好啊 阿吉拉剛才提過股票有沒有持有價 沒有的 好啊 謝謝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看一看投資者投資及風險 投資之前記住組織工房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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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